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我给大家带来了折线图的画法 这节课呢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常用的图形 条形图的画法 什么是条形图呢 条形图呢相信大家也见的比较多 其实就是用长方形长度为变量的一种统计图表 经常是用来比较多个分类的数据大小 而且这个数据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小的数据集 比如说像不同季度的销量 然后不同国家的人口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条形图来表示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们摆对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条形图 这个这一张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它有很多种条形图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第一张条形图 它是一个层叠的条形图 它把四种不同类型的画在同一个条状上 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它们的数据大小 然后像这个呢它就是用并列的方式来表达不同数据的大小 然后今天的课程呢 这两种图形也就是层叠的和并列的 我们都需要学习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python里面怎么样画出这些图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里我们首先有一个数组 它是有五个数据 然后我们想要用条形图来表示这个数据 在这里我们是用到了 plt里面的bar函数 用bar函数来画这个条形图 然后这个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left 一个是height 这个left呢 就是这个条形图的最左边的坐标 横坐标 然后这个height呢 就是这个条形图的高度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出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对照这个图看一下 这个left呢 就是这个条形图的左边的横坐标 因为是有五个数字 所以说我这个index呢 它是一个五维的数组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个height呢 就是每一根条形图的高度 也就是20时30时20数 调整外观主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color 一个是wise conor就是它的颜色 然后wise就是它的宽度 我们来试一下 它的color默认值是blue 它的wise默认值是0.8 然后我们来改一下 首先这个wise呢是比较宽 我们要把它调小一点 调成0.5 然后color我们用red试一下 好现在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比刚才那个图要好看一点了 有时候呢 我们不仅仅想要垂直的调形图 我们还想要水平的调形图 那么我们要怎么画出水平的调形图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直接在这个里面加上一个参数 就是orientation的这个参数 orientation它就是调形图的方向 我把它定为horizontal 也就是水平的 我们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里是出错了 然后出错的地方说 argument left must be length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当你把调形图变为水平之后 它的left不再是它每一个调形的横坐标了 它的横坐标变成了它的纵坐标 我们这里不能再用left作为它的index 不用left 那我们用什么呢 这里面又有一个参数叫做bottom 因为每一个调形它是有纵坐标 所以说就可以理解为是bottom 这里很形象的用bottom来作为它的纵坐标 然后我们把left变为0 好现在我们再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这就是水平向的调形图 我们看这里left等于0 也就是说它的横坐标最边上是0 也就是这里是0 然后bottom的index 因为它每一个调形图 它的底部是它的index 然后height是0.5 因为它每一个调形图的实际的height 其实是0.5 0.5 0.5 然后它的wise等于y 也就是它的长度 横过来看它的宽度 就是等于歪 这里看起来比较绕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性 才导致mottom的逆部有很强大的定制功能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功能的优势 当然这个里面呢 为了简化调形图的这个参数啊 这个里面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函数 bar h函数 也就是bar horizontal的意思 通过这个函数呢 我们不用再显示的写它的orientation的参数了 它默认的就是画水平的图 只不过呢 这里面的参数还是要和这个一样 我们试一下 好 可以看到 这个是用bar h函数汇取出来的图形 当然只画一种数据的图形 当然是不够的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要怎么样画这种层叠式的图 和这种并列式的图呢 现在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 这里是我已经写好的代码 首先我们有两组数据 这个是北京的销量 然后这个是上海的销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怎么写的 首先它的left等于index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北京 这个地方有一个index加上barwis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上海的bar 我在横坐标的基础上 我会平移一个barwise 这样的话在图形中 你就可以看到两条并列的条形图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图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的对应的就是这个北京的数据 然后这个红色的呢 对应的是上海的数据 然后红色跟蓝色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横坐标比北京的要多出了一个宽度 所以说我在这个index基础上加上了一个barwise 当然如果你想在下面画出更多的条形图的话 你可以接着加加两个barwise加三个barwise 依次类推 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 我们画层叠图想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层叠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x的坐标 它们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bottom不一样 bottom不一样 x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只要在它的基础上加上一个bottom 我们就可以画出这种参叠图的效果 首先我们改一下 首先这个index是一样的 然后不一样的是它的bottom 然后我的bottom不再是从0开始了 而是从直接从它的高度开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层叠图的效果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层叠图的效果 因为这个red它的bottom 刚好是蓝色的它的height 也就是这个sales背金 好到这里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作业 作业很简单 就是生成两组大小为5的数据 数据可以自己选 但是不同的是要画水平的调性图 并且划出并列和层叠的两种方式的效果 今天的课程呢 到此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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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